人在世间总免不了要面对是与非 然而很多时候对于是非的判断总能左右你的命运 也许跳出是非我们就能从容面对人生了 那么是非的根源是什么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吴悠浅谈我是素朴 庄子最擅长讲故事 人们可以在庄子的故事中得到醍醐灌顶的顿悟 有人说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庄子 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庄子不能解决的 只要你明白庄子说什么 任何人生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在庄子的故事里 我们会发现始终离不开大小二字 庄子的故事里总是以大是小或者以小是大 因为彼此之间存在着视野的差距 所以总会造成许多是非与误解 那么何为大小 下面三个故事里 庄子可以让你明白大小是非的根源是什么 庄子逍遥有理 有一只可以展翅高飞至九天的大鹏 这只大鸟由坤变成了鹏 并达到了团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境界 于是如何摆脱水 正翅高飞变成大鹏鸟的呢 原本无风的海面突然刮起了一阵旋风 旋转的气流直上九万里高空 坤鹏顺势一跃而起展开那双像云一样的翅膀 这时海面上水波相机 浪花飞溅高达三千里 就这样坤鹏一飞就是六个月 从北海飞往南海 看着这壮观的画面 蝉和小斑鸠并不理解 却都嘲笑他 而坤鹏对此并不理睬 只管自己飞 庄子管这个叫做逍遥游 燕鹊安之鸿湖之志 小斑鸠没有达到九万里的高度 自然不理解飞那么高那么远有什么用 庄子是在借鸟之大小 来说明人们总是惯于 以小我的思维去猜度大人大志 因为认知上存在局限 所以以此之道去解彼之理 往往是心不通的 就像人总是以人类的思维逻辑去揣度大道的逻辑 自然也是行不通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读道德经或是圣人经典时 往往把圣人之意取解成普通人思维的简单道理一样 人啊就是这个小大道或者天就是这个大 人总是以自身的局限妄加揣测天之大 所以制定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是非标准 为了进一步说明 以小无法是大的问题 庄子又在秋水片里借何博之口叙述了 小我能实现觉悟的过程 秋天啊洪水按时而至 百川注入黄河河面变宽 两岸之间是牛是马都分辨不清 面对这个场景何博欣欣然自鸣得意 认为天下壮美之景全然已归己所有 他顺着水流向东而行 到了北海他向东遥望 竟看不到水的尽头 看到这个情形啊何博才转变了神态 面向大海感叹道 俗话说听过一些道理后 就自以为没人能赶上自己了 这话说的正是我这种人啊 我曾听说竟有人贬低种泥的学识 轻视博弈的气节 我还一直不敢相信 现在发现你是这样无边无际 看来如果我不到您的门下 我就危险了 恐怕永远要被通达大道的人耻笑了 何博借着涨水的时机 而大有洋洋自得的态势 以至于无视天下万物 直到川流入海后才发现 曾经的自以为是在汪洋大海面前 竟显得如此卑微 庄子要告诉我们的是 大与小是需要对比的 唯有先具备更高的眼界 才能从小我的自得中跳脱出来 进而去完成对既有人生的超越 真正的人生并不存在数大数小 而只在于我们能否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和不足 这也是游坤画棚的前提 人有别于动物在于人有思想 善于思考 可西方人却说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其实这句话只是在讽刺 人们总是无法超越自我的视角 去认知万物 这是人类的愚昧 只有对自身实现超越 才能从物质的依恋中和对自我的执迷中解脱出来 才能进一步站到更高的认知层面去看世界 就像大鹏鸟不会在乎小斑鸠的嬉笑 只因它飞翔达到的高度 向下望去 万物皆是泯然 何博对当初小我的反思 恰恰是日后成就的开始 这是实现自我的超越 和自身境界认知的提升后 眼界的打开 道德经里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出狗 我们知道天地纵然不仁 不是不知善而 而是一种平等 不加干涉的无畏境界 而人类却常言善恶 如果以人类的认知去思考 那么就会认为天地的不仁 是天地不辞 而人不应该以人的角度 去猜赌天道 甚至妄图以人欲来代替天理 人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试图以部分来规定整体的法则 就走进了以偏概全的误区 就逃不出大小是非善恶的对比范畴 那么如何摆脱境界大小之别呢 庄子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庄子和惠子站在桥上 看鱼在水中嬉戏 庄子说他能感知到鱼儿的快乐 惠子则质问他 你又不是鱼 你如何能感知鱼儿的快乐 庄子反问 你又不是我 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道鱼儿的快乐呢 在这个故事中鱼儿到底是否快乐并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作为岸上的观赏者 庄子已经进入到了与自然相合为一的情态中 他不需要去思考数大数小 是人是鱼的现实问题 而只是用心在体会感知到的一切情与景 真正做到了天人合一 以类万物之情的境界 显然庄子已经入到 但是惠子却仍在执迷于是非对错 在惠子看来 主体与客体相分离 由此主体无法完全认识客体 不同的主体也因为对同一外物 不能产生一致的认知 而无法互通 可见 是非的根源在于 人难以摆脱自身认知的局限 就像下重不可与兵 井蛙不可与海 境界不同 看到的风景自然不同 从道的角度去看 人只是万物中的一物 与万物相比 人的渺小是微不足道的 而人往往将自己与他物做比较 人如果能舍弃自比于物的常态 则大小之变 长短之别 贵贱之分 就自然而然的 不会造成在精神上的困扰 开放接纳 放下自我 无我无他 才可以做到 以己之神通彼之神 亦能做到平静自得的状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